今年宜兰县蓝阳创新发展协会再次举办了广电媒体素养公民培力合作活动 这次与正升宜兰台的节目主持人一同前往六金学校 有古廷国校 七县国校 柯林国校 耿方国校 圣安国校 清沟国校 主要让同学认识媒介 认知网路通讯安全的重要性 并且了解到未来如果想成为网红应该具备哪些能力 七县国校校长刘建成表示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 我请问你们知道正升广播电台吗 不知道 那我再请问你们 你们有听过广播吗 有吗对不对 好那你们应该大部分在爸爸的车上 或许都有听到广播节目 那你们有亲自看过广播主持人吗 今天你们赚到了 今天来了两位 我们两位都是正升广播电台的主持人 通常你们都只会在空中 空中的意思就是耳朵听广播才会听到声音 不会看到本人 今天你们赚到了 你们看到两位正升广播电台的主持人 公民陪地课程 学童参与互动非常踊跃 从问答当中可以得知现在小朋友流行使用的网络社群 或是关注的网红 甚至已经有学童表示未来想当游戏实况YouTuber 现今社会只要有手机就可以透过各式各样的社群平台 跟外界做互动 但是网络当中隐藏了许多风险 被盗用账号 钓鱼网站窃取资料 恶意城市攻击等等问题层出不穷 网络使用者一旦忽略了网络通讯安全 将会造成个人资料外泄 如果是忽略了网络礼仪就有可能造成网络霸凌 当网红更需要许多技能与健全的心态 也提醒各位家长在小孩使用网络手机及电脑等媒介时 要多加留意他们的使用情形 以上新闻游记者许佳林采访报道 伤心的时候有我陪伴你 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 关心你的点点滴滴 整身广播电台